这个夏季啊,这个雨水是太多了 看现在已经下了三天了 还在下 同样带来什么问题呢? 看前面,杂草 这个每年这个草啊,因为我们这个基地呢 基本上采用的生态种植 所以说呢,一般初草剂还不愿意用 但是没办法,你看 去年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打草的问题 费了不少钱 但是今年我们就改变了一个策略 因为它毕竟是在非种植区 所以说我们今年没办法了 就开始用这个除草剂了 用除草剂以后,你看用了以后 效果还不错啊 没办法了,这是 这个草已经开始死了,开始哭也死了 在我们这块地的戈壁 就是我们的红树区 你看,红树区这一块 我们今年还是坚持人工除草 但是在非种植区 这路两旁 这杂草就开始采用这个除草剂 看这个路,修了有大半年了 采用砖铺的路,圆区里面的一个主路 不让过车,主要人走 然后小型的三轮车去拉 拉点我们农产品的一块 你看这边,这边的杂草少很多 是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让工人去除 除了两天,两个人除了两天 他弄这么多 最后一看这个成本太高了 没办法再采用除草剂这块 因为现在一直在下雨 所以一下雨以后 你看这个红树地,这个杂草 又开始起来了 我们这个地里麻食菜特别多 这边是大棚之间 这个草,有时候干活肉 顺手就出一点 还没长起来 还不错啊 大家见过这一种甜瓜没有 这是一种甜瓜 也叫香瓜 长得和棒腿差不多啊 不是很好看 摘一个熟的 这个熟的 这个熟的 这种瓜 这个瓜 最大的一个缺点 皮特别薄 有时候这个 因为这个 你看 这个 甜瓜一样 它发色 色了以后 有时候 它一刮 它就会把这个 甜瓜上面 去留一个吧 这个甜过来一个最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甜瓜是特别好吃 我是只要是倒到我们这个甜瓜棚里面呢 首先闻这个香味 整个棚里面全是香味 所以说这个瓜最大特点就是香 然后其次就是甜 这个甜度吧 因为这两天这个这个 一直在降雨啊 这个湿度比较大 偏大以后甜度会受影响 看看这甜瓜大家 白开一个 来尝尝 看一看 不是尝一尝 但是吃不到 可以看 听这个声音 这就是甜瓜最大的点 酥 非常酥 第一个感觉就是酥 酥和脆还不一样 酥和脆还不一样 然后再一个是甜 再一个是甜 但是我感觉这个甜瓜没有推广价值 酥了以后 运输成本会增加很多 再一个呢 皮特别薄 薄了以后 你这个叶片 就是稍微一挂 它就会产生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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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痕 然后会影响它的商品性 但是还有好处 吃甜瓜你不用削皮 你直接 直接啃 行吗 这样吃着会很过瘾 这样吃着会很过瘾 看上我们的人员正在采摘番茄呢 走 好 这锅隔壮还是比较小 小 嗯 主要是咱们也孔吹孔肺 营养跟不上 嗯 刚才我们的工人还说了,就是说,我们的番茄个头小就是因为空水空肥造成了邻居人家种的番茄个那么大 但是口感不一样啊,要摘一个我们的番茄 你看我们的番茄,个头不大,但是你种番茄的目的是干啥的,你要搞明白这个问题,是吃的 所以说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产量肯定低啊,但是你品质好吃的情况下,那就没问题 稍微一咬,就刺一身,这就是我家有时候在地里面不愿意去自己吃番茄 吃肉非常甜,但是你吃那种番茄能吃出甜味香味吗 可能好一点,或有一点酸味,但是你甜味肯定吃不到吧 所以说,我们买东西,买的不是番茄,买的是价值 你吃番茄的目的是为了好吃,你不是为了要这个番茄吃 而是为了给你带来一些酸甜感的,高口感的,这样的 就是这么多年,我们始终坚持一直在研究 高口感这个番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今天天很热啊,尤其大棚里面更热,虽然外面是阴天 摘一个瓜尝尝 知道这是什么瓜,不知道 绿宝甜瓜,绿宝甜瓜 这个瓜非常甜,非常甜,但是为啥现在种的人越来越少了 并且有很多人说这个瓜不甜,原因在什么地方 先给大家打开一口,大家看一下这个瓜 我们傅老师团队种这个绿宝甜瓜,种了十几年了 从开始的摸索到现在,说实话也交了不少学费 这瓜是我们种的是德心应手 博皮甜瓜,甜不甜,到底甜不甜这个瓜 很多人说以前是喜欢吃绿宝,现在不吃了,就是因为不甜 薄皮甜瓜,甜不甜,到底甜不甜这个瓜 这个瓜是目前博皮甜瓜当中最甜的一个品种 你说绿宝不甜,咋说呢 因为这个甜瓜,这个行业当中有很多秘密,消费者往往 并不知道一些行业的规则在里面 大家说一下吧 正常的甜瓜,不可能让它长到八成熟,九成熟,就采摘 六成熟,就要采摘了,我想呢 六成熟的瓜,重量是最重的 甜瓜是不论个卖的,是论金卖的 六成熟是最重的,农户,种植户不傻 收购商,他也不会说看你这个甜瓜的口感 还是看着什么呀,看着你的一斤,别人已经给我两块 你只要一斤给我一块五,那我就收你的瓜 在整个的运输当中,这个甜瓜就慢慢变熟了 但是六成熟采摘的时候,它的糖分积累根本都不够 这就是为啥说不甜 所以说呢,这个甜瓜行业当中啊 有很多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规则在里面 为啥有些人说啊,你甜瓜买了以后 你要放两三天,放个四五天,为啥要放啊 控除呗,是吧 哈哈哈哈